哈囉 大家好 我是安娜 歡迎來到安娜的紀元研究社 喜歡我們這影片歡迎訂閱你的頻道 也是我的收藏 歡迎追蹤我的IG 之前年末的時候幫大家盤點了 2023年七部BL動畫的清單 不曉得大家都看完了沒 吃飽喝足了嗎 是不是還意猶未盡呢 其實呢 在那七部動畫裡面 我的新上司是天然帶 分類並不是BL 只是裡面的腐味濃到 每個禮拜都把我們填死而已 也是支撐我2023年的重要支柱 但其實2023年我的幸福來源 並不只有天然帶相思而已 還有好幾部動畫一樣分類 並不是BL 但是滿滿的激情讓人無法忽視 正所謂腦乳的糖比較甜 讓我們可以在想像的世界裡面 盡情奔馳 今天呢 總共有五部動畫 推薦給大家 讓我們馬上來看看吧 日本國家足球隊為了拿下世界盃 啟動了極端的藍色監獄計畫 這個計畫推翻了日本一向以團隊合作為主的作風 強調唯有能夠督當一面的前鋒 才能成為世界第一 因此計畫負責人惠欣勝八 聚集了全日本300名18歲 及以下的優秀前鋒 用殘酷的淘汰制要選出唯一一位 能夠擔當最強自私鬼的最強前鋒 主角傑侍一在藍色監獄的初始排名為第299名 但是他潛在擁有強大的空間認知能力 在藍色監獄中和其他強大的選手相互刺激 在淘汰賽中不斷進化 這部被我封為 足球版的網球王子 熟悉的中二感最對味 我就是喜歡人的羞恥感 看角色們大喊中二的招式名稱 並且角色數量相當眾多 完完全全就是新的CP農場 想怎麼配就怎麼配 官配粉絲配任意玩出新花樣 如果跟我一樣熱愛體育類型的熱血動畫 熱愛青春男孩之間激烈的肉體碰撞 一定要看看這部藍色監獄 你的生活中一定也有這種男孩 外表雖然又酷又帥 可是總在某些地方少跟金 產生萌萌的反差感 就是帶萌酷男孩面對自己的少跟金行為 通常會有不一樣的應對方式 想一蒼灑 泛傻後會感到丟臉 並且進行反省 二見順泛傻後會堅持自己是故意的 不是泛傻 三見貴之對自己的泛傻行為完全沒有自覺 四季蒼真笑點很低 會忍不住為自己泛傻感到好笑 五時藍原情會一本正經胡說八道 這五個呆萌酷男孩就這樣 又酷又呆萌 度過每一天 間接療癒了他們周遭的人 呆萌酷男孩聚集了各種屬性的可愛帥哥 彼此之間互眾超級有愛 每一集都會有新的火花 這樣大家可以隨自己的喜好組合攻守 所以也要強烈推薦高中數學老師 應該把呆萌酷男孩列入教材 這樣大家排列組合應該都會考得很好 全季總共24集 不過每集的長度短短的 我個人超級喜歡呆萌酷男孩的美術設計 還有音樂 每集的OPED我都完全不會想要跳過 蹦蹦蹦蹦蹦 還在問要去哪裡看VL好物嗎 無論你想找的是VL漫畫 動畫 廣播劇 還是想盡情的遊玩必遊遊戲 DL賽可以依次滿足大家所有願望 來自日本的DL賽 有一個讚讚的大家來翻譯的服務 即便是沒有台版的作品 都有機會能透過大家來翻譯的功能 觀看中文版 從此以後不再忘川秋水 購買之前別忘了點選影片資訊欄的連結 領取社員專屬的200元優惠券 結帳的時候大大給他折底下去 快樂享受美好的服務世界吧 有一家叫做時光照相館的小店 看起來雖然生意清淡 實際上裡面有兩個擁有特殊能力的男人 能夠完成顧客特殊的委託 他們是陳曉石和陸光 搭配彼此的超能力透過照片回到過去 為了完成委託進行各種嘗試 一直以來兩個人都進行的還算順利 然而事情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出了差錯 越來越偏離他們所期望的軌道 懷著惡意的神秘人物在其中進行操弄 不只他們認識的人出了意外 就連他們自己也受到巨大的威脅 時光代理人在2021年的時候播出的第一季 獲得了相當高的人氣 滿滿的周邊也是美到不行 於是在2023年的眾所期望之下推出了第二季 但是很遺憾的是 第二季的劇情我個人是不太行 所以是棄追沒有追王 但第一季我覺得很不錯 還是很推薦大家可以看看 雖然劇情是那種可以預測的溫情路線 不過總之還是會看著一把鼻涕一把眼淚 而且兩個主角真的是有愛到不行 光聽他們的名字 有點敏感度的社員應該已經發現了吧 官方直接訂好CP名就是 時光CP 那內容怎麼可能不填呢 艾美喬倫畢業於偵探培訓學校Blue 也是Blue創校以來最優秀的學生 雖然倫以驚人速度破了許多懸案 但這些案件的兇手全都自殺了 倫因為嫌疑而被禁止從事偵探工作 一色嘟嘟玩是警示廳搜查一課的刑警 不然表現並不突出 甚至有點過於純真 不過卻充滿徵破案件的熱誠與正義感 被禁止偵探工作的論 就這麼隱藏在嘟嘟玩的身後 進行一次又一次的推理 重新開始解決謎團 兩個人成為絕佳拍檔 這部我從2022年的動漫節 就被尖端的邊邊大推漫畫 沒想到我居然改變成動畫了 果然是人氣非常高 很多社員也都推薦我看 老實說這部的推理 我並沒有覺得到非常精彩 主要是以案件的故事為主 看點是主角之間的互動 還有主線的故事 我很喜歡一個角色個性有點問題 偏離常人 另一個角色負責吐槽的這種設定 而且每次看到論叫嘟嘟玩Todo 都覺得好可愛好友愛 然後雖然嘟嘟玩看似 好像對論的行為感到很無奈 卻還是會一一的配合他來解決問題 如果喜歡雙打掌雙主角的作品類型的話 推薦可以看看這部 父母家有四兄弟 他們的父母幾年前因為意外過世了 四兄弟相依為命 彼此扶持 長男幽牧准 23歲 在高中擔任歷史老師 父母過世後 肩負起撫養弟弟的責任 次男幽牧尊 13歲 就讀國中一年級 從小就非常乖巧懂事 幫了准很大的忙 三男幽牧凑 12歲 雖然和尊相差近1歲 不過兩人是同學年 和尊相反 是個悄悄鬧鬧充滿活力的孩子 自男幽牧月 又有人6歲 個性相當沉穩 彷彿內在擁有老靈魂 幽牧家的四兄弟雖然個性不同 但都非常有愛彼此 出出為彼此交響 度過了幸福的每一天 喜歡地控的社員注意了 幽牧家四兄弟可以給你 三倍的地控 關於幽牧家的生態是這個樣子的 准出生多年才有了弟弟尊 覺得乖巧的尊可愛到不行 想要像疼孫子一樣疼愛他 尊則是覺得年紀相近的湊 傲嬌的地方可愛到不行 把錯所有反應都解讀成超喜歡自己 湊則是因為年幼的月出生 讓自己變成了哥哥 所以覺得月是世界上最可愛的天使 裡面最好笑最瘋的 絕對是尊愛弟弟愛到一個走火入魔 當堂好奇為什麼湊明明對她態度很差 她還是要這麼寶貝湊的時候 她眼睛都不眨一下地表示 因為她知道湊越表示反抗 越是喜歡自己 當湊對月表示 她覺得月連呼吸都可愛的時候 正確說 她不只覺得湊呼吸的時候可愛 即便是湊停止呼吸 她還是會繼續愛著她的 並且因為月能獲得湊熱情的愛 時不時的會感到嫉妒 想知道這四兄弟如何展現出不同的兄弟愛 一定要看看這部幼幼家的四兄弟 但提醒大家這部真的是歡笑與淚水並存 雖然很溫馨 但真的會哭 以上就是2023年5部非必偶像 但是復位滿滿的動畫們 我誠摯的希望可以大量出產次類型糧食 來填補我飢餓的心靈 大家看過哪些呢 最喜歡哪一部呢 歡迎留言跟我分享 再次強烈推薦 如果你喜歡我的欣賞絲天然帶 想要找治癒類型的作品的話 一定要看看 呆蒙庫男孩 和有穆家的四兄弟 每天吃飯的時候看一點 會覺得世界變得更美好 那麼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小營師我的生活 歡迎追蹤我的IG 今天點擊就到此結束 我們下次見 掰掰